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0年在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作品 目前典藏于太平国校 在三位老校友捐赠1600万元的支持下 启动太平国校博物馆专案 催生台湾首座校园生态博物馆 这座少女胸像是艺术家黄土水 在1920年把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作品 送给母校大道成功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台北市太平国校 2020年在北市美术馆首度公开展出后 获得热烈回响 为了典藏维护这座雕像 三位老校友捐资1600万 启动太平国校博物馆专案 催生台湾首座校园生态博物馆 其实大家如果对黄土水的东西有理解的话 他在1922年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叫出生在台湾 里面谈了很多他对台湾的很多的期待跟想法 这里面他就提到怎么样让台湾提升台湾的艺术的水準 在艺术教育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初心 所以他把他的最心爱的一个作品 就带到了这个太平国小 然后给了他的学弟学妹 埋下了这个艺术的种子 为了艺术教育 因为他当时一定是很期待 让他的这些学弟学妹们 可以亲自艺术作品 每个作品好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意 没想到这样子就经过了这个 整整的100年的时间 那也很特别的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经过100年的时光 这个少女胸像在这个太平国小 100年之后重新被大家看到 但是这100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校友们有非常努力的 学校这边有非常努力的保存它收藏它 那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 在这个不许的青春的展览里面 才第一次让更多的台湾人 看到的这个少女胸像 这样子的一个防止水 这么重要的这么珍贵的一个作品 那之后呢当然就有非常多的讨论 就是说那到底这个少女胸像 应该归属于何处这样子 那当然呢 能够能够到国家或者市政府的 一个相关的专业机构去收藏保存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黄土水当时要把这个少女胸像 捐给太平国小的心意 他就是希望让他跟教育结合 让他可以跟更多的他的学弟学妹们 在小学的阶段从小开始就可以亲自更好 更多的好的艺术作品 这样的一个心意 第二个呢当然是一百年来 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友们 这么的努力的珍藏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当时我也在思考 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就是让他可以就地保存 而能够跟这个一百年的脉络 能够连结 那其实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进行用非常专业的方式 他除了少女胸像之外的 其他的这个一百多年的学校的 所有的文史资料 各方面的这些文物的这些整理 登录编幕保存修复 已经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之中 那他的专业性里面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文物的资产的保存之外 怎么样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怎么样跟学校的教育 可以整合可以结合 然后跟社区可以开放 这也是专业性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太平国小校友 同时也是王道银行荣誉董事的 骆锦铭表示 在台湾少子化的趋势下 台北市因三家利用 空闲的校内空间进行整合释放 而市长克文哲哲表示 太平国小算是社区小博物馆的 事办地点 但没有产业撑不久 目前也在规划文化产业 如何转化成观光彩 我在太平国小就学的时候 学生五六千个人 现在剩下五百五十个人 因为少子化的问题 同时我在这里 要大胆的跟市长建议 因为我们对面 就是永乐国小 我看他们的情况 也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呢 我觉得台北市上有很多的 这么多的学校的空地 如何把它好好的把它运用 把两个学校合并起来 那是不是把剩下的那块地 可以做台北市很多的公共建筑 甚至公园 甚至很多的用途 我觉得台北不只是太平永乐 我相信有很多的国小 也会同样发生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市长 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东西 把它融合在一起 刚才那个郭景敏董事长 在问那个其实都有答案 我们台北市 236个国小国中高中 有70%的校舍 在未来15到20年内要改建 因为民国57年 九年国民有加 所以说民国57年 到六十几年的时候 台北市的校舍大量扩张 到今年刚好超过50年 所以当年也没有耐震习助 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就叫EODM Education Orientation 以教育为导 这样的都市计划重振 所以这个我们有完整的计划 那已经有一个在示范 孟甲学院 万华有一个叫 万华有一个学院要合在一起 从东远跟双远 再来是南乃幼稚园 再来国中是华江 华江高中跟万华高中 五个学校刚好都合在一起 那个已经开始在画设计符 那个将来就是要做到 像大学层一样 没有围墙 就是把那个我们在欧洲 看到大学层的概念带进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大规模在一起 那五个学校都在一起 那有一个已经在左手进行 永春跟永吉合并 那叫双永佛小 其实我们有在做啦 只是我们很早去外面宣传 人家不晓得我们已经在做 所以的确我们两百三十六个学校 相当来按照人口重新布局 那把每个学校在改建过程当中 它对每个社区的改名 我看你是拖映拖幼拖劳 是一间照顾中心 是一间活动中心 一间干公司 想得到的就是 所以我们有那个 也用Google Map 这是很龐大的计划 今天早上才讨论过 因为今天早上讨论 所有联合议员 如果要重整 我要怎么做 联合议员 所以这个后来发现 穿西装改西装 一定要一开始就写二十年计划 所以我们那个台北市联合议员 二十年改建计划 今天早上才在讨论 那那个我们整个 稍微二百三十六个学校改建计划 现在有一个副秘书长 专案小组招议员 专案办公室 开始在处理 所以这个 不过所有这些 你知道 讲得很简单 揹发一下好几年 那之前还在二十年 但是我发现 这个台湾要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 你知道 要开始有些 政治的思维要改变 就是要有二十年计划 一次就写二十年计划 让它有办法做起来 不过今天这个是我们那个社区 社区小博物馆的那种示范地点 我们看看这个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你知道 我们将来就可以在台北市广设 这种小博物馆 小博物馆、小美术馆 那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接近大道成 所以 每一栋博物馆你知道 它一定要融入那个社区 所以这个将来一定要跟大道成的一个连接 所以我讲 你们在想的是博物馆 我在想的是官方赚钱 我发现 没有产业化都生不久 所以一定要让它变成产略化 所以文化产略 当然怎么做 目前也在规划 太平国小博物馆专案正式启动后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是营运 2024年正式开馆 因百岁少女而催生的博物馆 不仅串联跨世代师生校友 与各领域专家 同时也推动台湾博物馆发展 进入全新篇章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一人王子邱盛祥坐在特制轮椅 手拿羽球拍 跟2018亚洲帕拉运动会羽球选手 虎光丘同场竞技 120公分的视角 让王子看见脊髓损伤者的坚强与毅力 他坦言觉得这一点都不简单 对 对 一般其实要达到羽球 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加上你要直接在你上面自己用手 手很乱 心也很乱 刚刚是手忙脚忙心也很乱 对 所以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拿在这个体验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也很好用 看得出很多体验 对 然后前阵子参加神奇奇运动会的时候 正直比赛的阶段 然后 扭伤了右脚脚 然后 正在有点失恋 所以我其实 刚下就非常比较 另一方面是 身体很痛 加上 你被负责所有的期待 然后 对 然后好像我又拖累了队友 但是呢 后来在队友的努力 然后以及 其他部件 是 就是在很快的 所以跟商务力 其实不算大概两个月 虽然还能痊愈 但是就是带床上证 但是就是 能够体会到那种 悉苦跟立场 所以 上面我们在政府公里的 努力 努力 以及重新回复到生活 我觉得真的 非常的佩服 集水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 今年发起 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活动 以一公里的希望为主题 邀请民众为商友挺身而出 全民参与 线上其走 为商友累积里程数 走出希望 我不是受伤 我不是车祸 我是因为 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我身上的环境是在育幼院 那我在12岁的时候 因为开直追 然后造成下半生残化 但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 在我受伤的过程中 我的育幼院没有放弃我 然后蛮多的社会资源也来赞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走过 那我受伤命运的时候 那我受伤命运的时候 是在12岁 所以会比较小 那我长大之后 我现在虽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我自己因为 就是在我的医生建议下 让我能够希望 我可以从事一些 会有患的运动 因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因为肩膨胀 其实在排汗中 不是很好 那我以前就是 因为很常在感染 或是在 就是很常住院 所以我就会想要改变一下 这个 这一件事情 那在医生的建议下 我就从事了 现在最喜欢的运动 运动 那我很开心 是我能够就是 从兴趣到现在 就是变成一个竞技的选手 然后代表台湾 能够去参加各个国际赛的赛事 甚至我未来 在一年跟后宁的目标 是能够走进派遇的殿堂 那我也觉得 就是说 急缺损伤不是不能做到 而是 我想让人家知道 我们其实很有能力 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 那我也觉得说 很切解机会这次的邀请 让我能够 藉由自己的故事 藉由我自己在 不管我是 之前得到的一些支援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活动 是我的一些故事 能够吸引更多的伤友 能够一起走出来 我是因为17岁的时候 然后用一场车卧室 然后我就受伤 那过来就是 通过家人 老师跟同学的鼓励 我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继续回到学校读书 那过来就是要继续升学 那升学之前 我们就是 进行了两个月的生活中间 然后有提到 那作学当中呢 我们就是一天读书 然后一天在餐厅铸铸唱 然后才成为一个游泳歌手 对 那过来就是 新中国基金会呢 对 然后在游泳工作 然后让我们从此而不喜欢的 唱歌 唱歌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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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就是有一天 跟朋友虛擁 發生了車禍 那當我醒來時 我已經在醫院 我睜開眼 發覺我的手比較不能動 我心裡就是想 完蛋了 我這輩子應該是沒有辦法再走路 沒有辦法再... 會懷疑 其實是因為一絕不正對不對 對 是 那當時不知道該怎麼生活下去 直到參加了桃園結水商前的半中心 伴有聯誼 經過跟商友之間的互相討論 互相交流 分享經驗 讓我成文得知 現在什麼沒有 時間最多 於是我去中心 訓練了一年 生活重建 然後電腦回去 那現在 我也開始通過家人的協助 可以繼續完成我的參與風險 因為大家都很勇敢 所以才能夠延續這個生命下來 要不然大家都會想到說 那我活著為了什麼 活著的希望到底是什麼 如果每天只是吃喝拉扎碎 那這樣活著有意義嗎 所以 所以 有全台灣 總共 可能有 六萬多個這樣的一個傷害 那每一個人 生活的樣態實在是一樣的 那同時呢 每一年 都還有一千多個在受傷當中 所以 不是今年受傷很久沒了 而是他實際的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主要是 意外傷害 主要是還有一些疾病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們事實上很希望說 社會大眾 真的是了解 因為了解 所以 會給予更多的協助跟支持 也因為支持 所以 讓大家能夠 真的是 勇敢去 面對 生命當中 每一天的挑戰 就像我們在場的 許多的生命動詞一樣 能夠把生活 生命活得精彩 所以 其他呢 我想今天的記者會 透過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可以 讓更多人 來認識 就是 脊椎警察 同時 也是希望 透過大家的宣訪 能夠讓大家 在 可能會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個時候 注意安全 讓大家不要再有脊椎警察 那同時 也透過大家的一個 抱擔 把我們生命鬥師 生命勇士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不管你是在 俗意上面 不管你是在 歌唱上面 不管你是在 運動上面 或者各樣的 工作上面 大家 生活每一天 大家都是 勇敢的 面對生命的 這樣的態度 告訴更多 這些受傷的朋友 讓大家也能夠 站起來 讓六萬多個朋友 每一個都是 勇敢的生命鬥師 同時 不是只有他們 是生命鬥師 他們勇敢 他們也可以 激勵他們周遭的 朋友 家人 能夠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不一樣 活動代言 除了王子邱順祥 還有他在節目上的 好搭檔 宇宙林思雨 雖然因為身體不適 無法同台競技 但宇宙透過影片 呼籲全民關心 脊髓損傷 年輕化 與重返社會等問題 希望大家支持 堅強 永不放棄的 脊損傷友 既新移民手作班廣受好評後 嵩山區公所再度與玉達高中 攜手舉辦了新移民烹飪班的課程 學員們化身魔法廚師 跟著老師的步驟 料理出台式家常菜 和各種烘焙點心 滿足家人的味蕾 也提升了家庭的情感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手工披薩 那手工披薩呢 這個皮的部分 其實你要做薄片或厚片 就是用自己去利用 那你要薄片的話 你的麵團量可以少一點 然後趕開 立刻放完料 就立刻進去烤 學員們在課堂上專注聆聽 老師講解披薩的製作過程 接著跟著步驟進行操作 有的負責切菜備料 有的負責攪拌麵團 最後一片片料多味美的披薩 就完成了 松山區公所再度與台北市 豫達高級中學攜手合作 在學校專業餐飲教室 舉辦烹飪課 課程規劃中餐與烘焙兩部分 其中烘焙點心 由李靜宜老師規劃 製作披薩 蛋黃酥 雙味司康和咖啡蛋糕捲等 學員們如同魔法師般 變出一道道美味的點心料理 都覺得相當有成就感 大家好 我們是新義民的義民姐妹 歡迎大家報名的課程 松山區公說 謝謝老師 也特別謝謝玉達的所有的工作夥伴 幫大家上了一個這麼棒的課程 這個課程棒不棒 我一來的時候就聞到好香的味道 我想這個松山這幾年都跟玉達 開設了各式各樣的新義民的課程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愛 那也希望呢 之後呢如果玉達這邊有任何的課程呢 也歡迎大家假厚到熟保 互相的通報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邊一起學習成長 謝謝大家 結業典禮中區長尤竹萍 除了對學員們的精巧廚藝 以及熱誠的學習精神 給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盼透過課程 增進新一名朋友的互相合作 幫助他們融入台灣社會 並鼓勵新一名朋友們 參加政府開辦的各種活動與課程 促進文化交流 松山區新一名 遇到同任方戰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HomePlus中加寬屏在地影像賠利 與針見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公布獎勵 那你來拿 詳情請假中加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由衛福部與交通部跨部會合作 在南港郵局三到五樓開辦的 南港綜合型長照機構正式開幕 這是全國第一家 跨部會公辦公營的長照機構 透過公部門合作 讓空間活化利用造福 有長照需求的家庭 畫面現場是全國第一家公辦公營的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附設南港綜合住宿型長照機構 由衛福部與交通部跨部會合作 在南港郵局的三樓到五樓開辦 參加開幕的立委高嘉瑜表示 面對高齡化社會 公部門能透過空間的活化利用 來作為長照機構值得肯定 可以照顧到有長照需求的家庭 確實這個長照的問題 已經是隨著老人化的人口增加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很開心說 全國第一個公辦公營的 住宿型長照機構在我們南港 而且剛剛我們參觀 整個空間還有整個設計 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溫暖 所以我相信未來可以提供 給更多這些長者的需求 那當然目前的床位 當然還是有限 但我相信一旦開始的話 馬上就很多人都要來搶了 那當然就是說也希望說 未來在各個地方 也都能夠陸陸續續有 但是以現在寸土寸金 確實在台北市 要能夠開辦一間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老人化的需求 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各部門 能夠跨部會的合作 那像這一次就非常不容易 要衛福部交通部 包括中華郵政 各單位都願意 共襄盛舉 一起來合作 才有機會來 在這麼好的地點 來開辦第一間 那未來真的還是需要 各部會能夠去盤點 我們現有的這些 閒置的一些空間 能夠提供更多的這些 長照機構的需求 那讓我們的長者們 尤其是現在很多雙親家庭 其實失智失能的長者 其實對家人來講 其實真的是很需要 能夠讓社會政府 能夠多一分協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多幫助他們 來解決現在所面臨的這些問題 能夠在台北市南港區 設立全國第一個公辦公營 綜合式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其實我們基隆醫院 是有這個榮幸 能夠當綱我們整個營運管理 那為什麼會從基隆到這裡 其實我們基隆醫院 也有一些病人 是從新北市 還有這個南港這邊過去的病人 那其實來講 其實基隆跟雙北 其實都是一個生活共同圈 那當然我們承接這個業務 是因為我們是隸屬於衛福部 這個所屬醫院 那衛福部的長照2.0 這個政策是蔡總統 他整個在推動 那我們就整個來做落實 所以在108年 那我們就開始跟交通部 這邊一起有一個合作備忘錄 那交通部就把所謂 郵局的多餘的空間 就釋放出來 那因為要做長照是會花非常多的土地的成本 那因為有這樣一個交通部的一個公營的一個土地 那或是房子 那我們就還可以很快速的來建立一個就是公立的這個經營的住宿型的長照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裡面就是發揮我們公醫使命跟公共衛生的任務 這間南港綜合長照機構由衛福部基隆醫院負責規劃 擁有千餘屏的空間 共可提供71床住宿型長照 及16位日間照顧服務 院長林慶峰說 將以最專業的團隊打造高品質的長照服務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因為這裡是都會首善之區 所以台北市南港區是長照裡面所謂的老人化的這個所謂資源不足區 所以雖然在台北市 但是台北市有很多的老人資源不足 所以我們就選了南港區 那南港區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就是那個老人化的這個比率是全國第二 所以這個老人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的特色就是是希望能夠在地化 第二個呢要像家庭的感覺 第三個呢能夠在這裡就近這個來關心 那另外我們收費也要合理 所以這個環境來講這個南港長照是非常好 那我們裡面其實包含就是我們的專業的人員進駐 所以我們有兩位的醫師 我們還有就是造福員還有護理師社公司心理師復健師 就一起來這邊關心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的特色是 我們在這裡有中央廚房 所以我們投資了中央廚房 就是讓老人有一個所謂的老人的餐點 那我們因地制宜 所以我們的營養師也進駐 我們的廚師也都進駐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在這裡面其實我們裡面的設施設備 都是非常可進性可親信 那這個安排的活動也都是適合老人 也是老人在這裡面就是我們的長者在這裡可以安心的救養 可以健康的老化 我們這裡是所謂的綜合型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一些比較是雅籍性的我們的長者 就是他們比較是可能失能的長者可以來我們住宿型的長照 那另外我們還有16床的日間照顧 那這邊就是我們如果說長者 他慢慢其實退化 他雖然這個行動不便 但是我們有家人可以送來這裡 白天在這裡我們有設計一些適合他們的活動 那他的孩子們下班可以再回來接他們再回家 還是有這個他們原本家庭的工人 那我們也是有專車可以來負責這個接送 所以這邊我們還有所謂的日間老人的這個照顧 總統蔡英文也出席長照機構的開幕 強調未來會繼續盤點各地可以利用的空間 讓長照據點更充足 南港綜合長照機構將提供南港區 及鄰近內湖區、信義區、大安區、文山區、新北汐止區 以及基隆的長照需求 有需求的民眾可以向南港綜合長照機構聯繫洽巡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展現松山文創園區原創精神的2022原創基地節正式展開了 即日起至10月30號旨 活動的內容多元 邀請到12組藝術團隊 在園區各處展出原創藝術創作 邀請大家呼朋引伴走進松菸 探索古蹟場域 欣賞藝術文化的多樣性 3 2 1 3 2 1 開始宣布2022原創基地節 宣布正式開始 好的 松山文創園區總監陳玉秀與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秘劉德堅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斌等貴賓為2022原創基地節進行啟動儀式 大家跟著主題視覺搖擺身體 氣氛相當歡樂 松山文創園區2022原創基地節正式展開 特別邀請12組藝術團隊進行創作 在園區各處展示16件藝術作品 歡迎民眾走進松菸欣賞多元的藝術文化 在製燕工廠的通道抬頭望向天花板 藝術家成萬人的作品歪腰一下 投影人們各式各樣行走的姿態相當有趣 還有藝術家郭宜成的作品倖存者計畫 首度公開15年前燕廠修復前的舊照 我在2007年那時候松菸還是一個廢墟的狀態 所以我透過這個 有點透過一個過去式的未來的一個 探勘的宇宙計畫的一個作品 回到了這個松菸的廢墟去探勘 找尋地球上是否有倖存者 就是倖存的人類這樣 所以它叫倖存者計畫 那其實在這個作品裡面的影像裡面 可以看到那時候當時松菸 許多的這些包含捲煙的遺留下的一些物品 那包含曾經這邊也有籃球場 對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用一個陰架去搭設在原本松菸的正門的一個路口 那有一點透過這個路口的意象 它有點像是一個迴旋 把過去跟未來跟現在這個當下 重新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作品有點像是一個 透過觀眾透過這個觀景窗的方式 好像可以看到松菸不同的歷史面貌 跟未來的一種想像這樣子 松山文創園區是台北市的原創基地 所以每一年的下半年 我們的主題最大的活動就是原創基地節 然後上半年是旋季 那今年首次呢 等於是原創基地節 它就是我們一個原創能量展現的一個節慶的活動 那今年邀請的12組的藝術家 有16個作品在這裡做現地創作的呈現 其中有5個作品呢 今年是第一次的首次發表 然後我們也考量到說整個基地慢慢即將是被打開 我們希望透過藝術介入空間 讓大家透過去認識那個藝術的創作 來認識松菸其他的空間 在松菸文創大街的窗框上 還有十幅全新大型短片漫畫 是藝術家黑白平常所創作 傳達一場關於時間與歷史的躲貓貓 第一次看的話我們可以從右邊 從其中一側到另外一頭 我們跟著其中一個角色到另外一頭 然後再從另外一頭跟著另外一個角色再帶回來 那這兩個角色呢 我是分別由在松菸這一次的展場 然後做一個發想 就是從它的過去的歷史啊 時間的變化等等 它過去的作為工廠這樣的一個目的性的存在 到現在它變成一個讓創作者聚集的一個這樣的方式 與大家連結 那我覺得在這個戰敘事當中呢 我取出歷史跟時間這兩個字 那做了一些自己比較感性的投射 然後設計兩個角色在這當中 那大家在觀看的時候也可以透過他們的物件 假如說為什麼其中一個角色 它要佩戴那麼多時間相關的物件 然後為什麼它要在蝸牛上面寫上數字 那另外一個角色為什麼它是一直拿著相機到處拍照 然後它經過哪些地方 那為什麼背景可以有松菸過去跟現代的樣貌 作為背景融在這個故事當中 其實他們是如何做連結這樣子 這些都是可以在來回走動過程中去 特別可以去觀看的地方這樣子 藝術展出也串聯今年上半年的學園祭 展出線上平台 票選出三件最多回想的作品 讓青年學子的原創作品 有更多的展現舞台 這是我是以遊樂場這個雛形下為基礎來的創作 然後這次就是呼應松菸這邊展展藍教來追我 只是以玩家的身份來去介入我的作品 然後再以這個展間現有的一些就是限定製作 然後來去跟我的作品做連結 我覺得畢業展和原創基地節最大的不同就是 畢業展它是很多人一起參加 所以必須有一個策展主題把它把大家都保住 然後原創基地節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可能我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跟作品上面呈現的變化 今年是首度把學園祭跟原創基地節連結在一起 我們一直在思考的是 學園祭到底如何跟原創基地節的能量能展現 所以我們有挑了六個作品 最後再經過諮詢委員會的同意的支持 挑了今天參加學園祭的三位學生的作品 所以這是第一次讓學園祭精彩的學生的作品 放到我們的原創基地節 這是我們今年的第一次的創新 那松山文創園區在市政府交給基金會的時候 這個基地就定義為台北市的原創基地 所以每一年有兩大活動 第一個是上半年的學園祭 這是全台灣應該是最大的一個學生壁展在松菸 那為什麼基金會或者是松山文創園區 為什麼支持學園祭最大的在這邊來辦理 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講說 這是原創人才賠利的一個最大的計畫 那第二個下半年的原創基地節 就是我們所謂的原創能量的展現 那我覺得說這幾年其實大概已經有超過 將近一百組的藝術家來松一座的創作 2019年我們第一次從室內走到室外來做了一個叫幻場 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整個松山文創園區的前身是松山煙場 一個古蹟兩個BOT 現在目前看到的古蹟跟台北文創大樓 是所謂我們的台北文化園區 在明年加入的大巨蛋 它就是變成台北市的文化體育園區 那我想說這個應該是大家這兩天一直都問我說 那為什麼松山文創園區這次的主題叫做來追我啊 那當然跟這個部分也互相的扣合 那園區呢這三年做了蠻多的整備的工作 也都是為了整個基地全部打開之後的一些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邀請了藝術家來松音做限定創作 松山文創園區同時是一個古蹟 它其實是個85年的古蹟 所以我們兼負了文化資產保存還有再利用 各位的創作都是我們再利用 我們講說85年的古蹟有古蹟生態跟人文 那大家在這裡創造了更多的人文的樣貌 松山文創園區是台北市的原創基地 從2012年起策辦原創基地節至今已經十年 今年的原創基地節 松煙邀請大家呼朋引伴走進松煙探索古蹟場域 欣賞各項藝術文化的多樣性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為了響應第二十屆台灣同志遊行 荷蘭阿姆斯特丹彩虹群首度來台展出 直徑長達16米的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由68面國旗組成 象徵尚未將粗罪化的國家 彩虹群基金會議希望透過這件行動藝術品 持續為全球同志的權益發聲 直徑長達16米的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創作於2016年由68面國旗組成 象徵尚未將LGBTIQ Plus 粗罪化的國家 響應第二十屆台灣同志遊行 荷蘭在台辦事處 今年與歐洲經貿辦事處 以及台北市政府合作 邀請荷蘭阿姆斯特丹彩虹群基金會 首度來台 並且從10月24號到10月29號 同志遊行當天 在台北市市政大樓一樓中庭展出 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這次我們之前也希望這個彩虹群可以來台北展出 好幾次了 但是這次終於成行了 那我們非常開心可以看到這個壯觀的裝置藝術 除了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藝術品之外 它也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也就是你不管愛的對象是誰 愛就是愛 那我們上面呢 當然這個國旗相關的這些資訊 等一下花弄我們的創辦人會更進一步的解釋 那隨著每一個國家的這個同志相關的儲罪化呢 它的國旗就可以換成這個彩虹旗 希望我們最終可以看到的是一道彩虹 那我們看到在全世界呢 還有很多的同志組織呢 他們還是每天面對很多的歧視甚至是暴力 那因為他們不想讓他們的身份曝光 甚至常常呢面對這些暴力的時候 他們只能選擇引人不報 那就是為什麼荷蘭和許多的國家 要一起努力的推動這個性傾向以及性別認同 除罪化 那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計畫啟動之後呢 已經有九個國家的國旗 用彩虹旗來取代了 不過我們當然知道前面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那希望這個彩虹群呢 可以帶給我們這些 推動同志族群的分子 以及所有這些鬥志們更多的力量 在這條路上 不管你身在何處 都能夠持續的往前行 我們都知道2001年 荷蘭是全世界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而台灣也在2019年 通過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的專訪 2020年我們順利的加入國際彩虹城市網絡 就是RCN 也成為亞洲第一個加入RCN的城市 我們知道荷蘭 包括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等 也都是RCN的會員城市 相信透過在一起的國際組織平台跟交流 一定還有許多可以讓台北學習的地方 這個彩虹群其實也建設了同志族群 爭取平等與自由是多麼不容易 平權陸上還有許多還沒完成的事情 仍有許多困難需要突破 社會必須要持續的溝通 作為亞洲最頂多元性別族群的城市 台北市政府很樂意透過各種國際彩虹經驗分享 也會持續和同志朋友共同攜手 為我們的性別平等的價值而努力 阿姆斯特丹彩虹群至今已收邀到全球24個城市展出 展出時都會與當地LGBTIQ Plus團隊合作 到特色景點進行拍攝 基金會與知名攝影師蔡志祥 以及變裝皇后非凡合作 選定台北101、西門紅樓、台北表演藝術中心、故宮博物院 以及台北峽海城隍廟等五大景點完成彩虹群拍攝 彩虹群的藝術形式可以一開始先讓人們的戒心給放下來 讓他們門檻降低 他們看到這個非常美麗的事物 進而想要來探索 背後沒有那麼美麗的這個議題以及故事 所以我們除了這個彩虹群之外 其實配合我們的計劃還有一系列在世界各地知名地標 我們要拍攝的這個彩虹群的攝影作品 希望透過這些攝影作品呢 讓更多人能夠知道我們的想要傳遞的訊息 那麼上個禮拜呢 就在台北一些知名地標 大家在螢幕上面看到的有101 然後他們跟我說還有這個大稻城、霞海城隍廟 還有這個新落城的這個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都有在那邊拍這個彩虹群的作品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這些照片 協助我們一起來促進平等、自由的權益 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藉由荷蘭建築師所設計的這棟建築物 我覺得我們和荷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連結以及激盪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點 就是我們在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廟拍攝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宗教信仰方面 它可能對於LGBTQI相對於是一個比較難保守 然後比較難去轉化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次能夠在霞海城隍廟拍攝 我覺得格外的有意義 因為霞海城隍廟它能夠接受同志族群去追求他們的姻緣 然後提供他們保護及祝福 因為當我們到達小海城隍廟的時候 其實突然天空下持了毛毛雨 然後當時我所佔設拍攝的位置其實是蠻高的 就是有點高於神明的位置 所以我心中其實有一點點的不安想說 是不是冒犯了神明 然後它就下了一場小小的毛毛雨 要阻止我做這件事情 那結果其實拍攝過程都相當的順利 然後不管是信仲還有廟方都全力的支持我們 然後容忍我們在當地對他們的打擾 我們在最後拍攝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當我們拍攝完了不久 其實天空中在廟的後方就升起了一輪彩虹 我想這個就是證明了我其實是錯的 其實陳皇爺他是非常的 對於我們同志族群都非常的友善 對於眾生都是平等的看待 然後我們是充分的得到祝福以及溫暖 每當彩虹群上出現的國家 不再以法律懲罰同性戀者 彩虹群基金會就會將該國家的國旗取下 換成一面彩虹旗 基金會表示自2016年起 已經有9個國家將LGBTIQ Plus除罪化 但改革的速度仍然相當緩慢 也期待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能傳達人人平等的理念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其盤關心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其用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繼馬英九幫市長候選人謝國良掃接拉票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天陪同謝國良到成功市場 主意向攤販拉票 藍贏天王陸續進出 希望幫謝國良衝選票 拉大盛選的差距 來 麻煩麻煩 走進傳統市場 金融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陪同下 來到成功市場 依向攤商肯拖拉票 有攤商向謝國良和朱立倫 豎起大拇指比讚 朱立倫說北北極桃連線 就是希望都能夠變成藍天 那我們從台灣頭在最後一個月 今天來出發 同時成功市場代表成功 謝國良一定成功 謝國良這幾年腳踏實地 琴跑基層非常接地氣 那這裡所有的團衆 所有的市民 都是很好的朋友 今天來特別 跟最後一個月給大家拜票 就是希望每一票都可以投入去 最後支持我們第一號 頂地第一號 第一號的謝國良 即前一天前總統馬英九 陪同謝國良掃接拜票 接著黨主席朱立倫也到基隆商挺 市長候選人謝國良說 這次有信心 絕對不會辜負選民所託 馬總統昨天也過來 明天韓市長也要來 那麼我覺得我們基隆的藍軍的民眾 可以說是非常的振奮 而且非常的開心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都陸續到基隆來 拉抬國良的選情 那我覺得我們的選情 也不斷地在加溫 大家都了解 各方的民調來看 我們一直都是維持小福領先 但是始終沒能拉開 所以我們是很期待 在未來的這幾週 靠著更多好朋友的共同加入 那也跟大家預告 在10月29號那一天 據我們的了解 趙少康、趙大哥以及羅志強 也會來為我們的候選 後援會來支持來站台 所以大家陸續過來 就表示大家對於我們一級戰區 基隆市這一場選情的重視 而我也這個 會在他們的支持之下 有信心要能打贏這一場選戰 基隆市台灣頭 而且我們希望 那個北北基陶連線 能夠全部都能夠變藍天 尤其是我們這個北北基陶 是一個生活圈 那這一次呢 謝國良帶頭抽到一號 然後張善政抽到一號 侯友宜抽到二號 蔣萬安又抽到六號 所以一一二六 我們讓北北基調藍天再現 同時我們就我過去的經驗 這個整個生活圈的建設 同一黨 可以更能夠大家團結合作 那過去我們基隆跟新北 或者跟台北都不同黨 那我們這一次很有信心 不但侯市長可以高票連任 台北市蔣萬安也穩定領先 那國良目前也是領先的狀況 只是我們必須要穩定下來 我們讓整個北北基陶 都能夠連線全部當選 國民黨天王級 陸續來到基隆 力挺謝國良 選戰進入倒數最後一個月 謝國良持續勤跑基層 尋求選民認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市區的交通要到 中熱橋完工通車囉 接下來人五路 人愛橋改建的部分 預計明年農曆年後 封橋施工 施工期約十個月 基隆市政府正在 沿你交通維持計劃 希望降低對交通的衝擊 施工人員將 圍離一一撤走 從去年五月底緊急封閉 11月動工改建的 基隆市中二橋 在歷時近一年施工後 10月26號下午 終於開放車輛通行 整個基隆市區交通也恢復正常 中二橋是在這個禮拜天 我們利用 看馬電魚市休市的期間 那我們針對我們 愛一路、孝一路周邊 還有中二橋的周邊的道路 我們進行一個鋪設 鋪設完成之後 我們在禮拜一禮拜二 進行我們的伸縮縫的直滑 直滑式座 那養護完成之後 我們跟各單位 包括我們的交通單位 交通科跟我們的警察單位 進行一個旅攀 那針對中三橋的部分 都已經達到旅攀的通行條件的需求了 所以我們在今天下午1點05分 我們也開放中二橋的開放風行 那所以我們市中心的中二、中三橋的改建的作業 目前就是已經到一個段落都已經開放完成了 接下來要推動改建的 則是位於仁武路上的仁愛橋 預計明年農曆年後封橋施工 整個工期大約需要10個月 在針對仁愛橋的部分 我們預計 我們在最快是在明年的農曆年後 我們會做一個風橋濕度的作業 那目前的進度是在做一個工程的交為的製作 那製作完成之後 我們會送相關的交通單位進行審查 審查完成之後 我們才會做一個開始施工的作業 那施工期程預計是10個月左右 那屆時施工的部分 再請市民朋友 各種配合我們市府的政策 做一個改道的動作 基本是這種方面期盼 透過危險橋樑的逐步改建完成 提升市中心區道路環境品質 有效保護來往人車安全 記者張旗灘基隆報導 而疫情趨緩 停辦兩年的 基隆市資深李林長表揚活動恢復舉辦 第一場七堵區共表揚了51位資深李林長 最資深的兩位林長 已經服務滿40年了 連霸十屆的副名的李林長 吳明宗說 服務李民就是歡喜座甘願獸 從金融市長李又昌手中 揭下表揚狀 林長們開心的 與府會首長及議員們合照 這裡是七堵區資深李林長表揚典禮現場 前兩年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的疫情趨緩 指揮中心更宣布國境解封後 金融市政府決定恢復舉辦 希望以實際行動向勞苦功高的資深李林長們表達感謝之意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資深李林長的一個表揚 那之前因為疫情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停止實體的一個舉辦 那這一次是因為疫情趨緩 我們恢復來舉辦 那很多的資深李林長 這個一份服務的一個工作做了幾十年 最常有超過40年以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市政府每年都會針對這些資深李林長來進行表揚 希望一點點的一個心意 能夠去表彰他們的一個服務的一個精神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夠向他們看齊 然後參與服務人群的一個行動 七堵區二四根里 共有五十一位服務滿十年以上的資深林長接受表揚 其中有兩位林里長 服務連資更長達四十年 連八十屆的副名里里長 吳明忠強調 當里長並不如外界想的那麼容易 或是薪水高 對他來說就是歡喜做甘願受 林里長很不好當 這個反正是自己願意當的 不然就不像網路說那個什麼待遇那麼好 有什麼瓦解富康 其實都是要做事 很多事情有時候起床論 對 反正無理沒理他都 裡面都不管你這些 像這個 以大一點打電話來問說 里長啊這個快要end起來了怎麼辦 你們怎麼處理 不會end 已經那個分農道已經分開了 基隆市長劉昌強調上任八年來獲得林里長的協助 讓市政推動更為順利 尤其疫情期間 各位林里長的鼎立協助 更讓基隆防疫成績在全國名列前茅 因此他對林里長都是充滿感激 也希望大家繼續秉持服務的精神 落實林里基層工作 讓基隆市更繁榮進步 記者張奇藤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有感於位在基隆蛋白區的中和國校 需要更多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關懷 市議員莊敬盛牵線 國際獅子會300F區 基隆中正獅子會 捐贈了15萬元的社團發展金 給中和國校協助學生社團學習 中和國小學生傑出的碟杯表演 讓基隆市議員莊敬盛和中正獅子會會長成學人 也一起下場學習如何玩碟杯 並且獻學獻賣和學生們來一場練習賽 有感於位在基隆市蛋白區的中山區中和國小 需要更多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關懷 因此在基隆市議員莊敬盛牵線下 國際獅子會300F區基隆中正獅子會 特地捐贈15萬元的社團發展金 由會長成學人代表捐贈給中和國小 由校長賴立文代表收下 協助中和國小學生社團學習所用 也讓中和國小由衷感謝 很多學生他們就是因為沒有經費 就沒有能力 所以說學習上就沉思不齊 那所以說剛好校長來跟莊欣勝議員來引導我們 那我們就是有能力盡量去盡量去幫助這個 算是屬於比較弱勢的偏鄉的 雖然15萬元對於學校來講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一般很多社福金大概都是一萬兩萬 但是中正會真的很棒 一次就是大手筆15萬元 希望我們所有的小朋友能夠有更優質的一個學習空間 能夠健康的長大 我當校長甚至有感覺就是政府的資源給我們 我們可以把學校帶得很好 但是如果說有民間的公益團體社會資源在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孩子們像那個就是可以讓他們再更勝一籌 然後可以讓他在別的學校裡面可以更突出 中和國小也計劃將這筆社團發展金 用在補助學生參加科技和美語課後社團 所需要的師資終點費和相關費用 減輕家長培育學子的壓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婦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這場信息